大家好我是VB 我是Liona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減肥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的世代 所謂的審美觀 永遠會跟 纖細瘦 綁在一起 所以減肥好像是每一個人 成長時必經的課題 現在除了減肥之外 還有出現什麼減脂減重 各種專有名詞 反正就是目標要讓自己變得更纖細 有些人是追求線條啦 我們要不要來公開一下體重 您幾公斤呢? 大概50 身高是 17 我是身高178公分 體重的話 76 大聲甜 輕不見 76 大家聽到很常會覺得 一個女生不應該有這個恐怖的數字吧 不是女生都只有55公斤嗎? 可是你有178公分 對啦 從出生以來好像一直都蠻有肉的 然後我的身高一直都比同年齡的小朋友還要高大很多 所以相對的那個體重 我的數字也會比同年齡看起來還要沉重很多 我們家的飲食習慣都是屬於快樂吃 四菜兩湯啊 然後零食還有零食粿 就是開放吃到飽 我媽媽都會覺得說 能吃就是福 想吃就吃 儘量吃這個吃吃那個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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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好 被養得滿魂圓的 必須要承認的是 我從小就是一個快樂的小胖子 妳應該一輩子都是瘦的吧 從小就是快樂的小瘦子 阿嬤戴的那段期間真的有比較肉一點 有一種二叫做阿嬤絕對比 二在高中的時候稍微微肉一點這樣 所以妳人生的巔峰是幾公斤 應該在58 我最高峰的話是85公斤 那妳最瘦是幾公斤 57還58 可是那時候是不健康的狀態啦 我也是啊 因為我最瘦的時候是45公斤 妳是咕嚕 I'm precious I'm precious 這是什麼意思 咕嚕不是都這樣嗎 抱著自己然後說 I'm precious 是哪一部電影嗎 咕嚕那一部啊 魔技啊 喔什麼 咕嚕都不知道自己演哪一部 I'm precious 那妳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要健肥 應該說小學國中階段 我都是陸陸續續的覺得自己要減肥 晚餐會說 媽媽我要減肥 我以後都不要吃晚餐了 兩三天就破功 關鍵就是呢 媽媽她會煮的飯 好好吃 真的有認真做這件事情應該是高中 一群漂亮青春小女生 化著淡淡的妝 散發出青春美麗的氣息 然後我卻是一尊 活活嗎 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念的班值 我們班是最漂亮的班 這是從何而來的根據 別班也有很多漂亮的女生 可是我們班的那個平均值是很高 然後就會覺得說 啊同學都配漂亮亮的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要改變一下 我就有嘗試賀寶芙 那個直銷產品 體重降到68吧 後來就斷掉了 沒有吃因為有點胎棍 那妳咧 妳不是說妳高中的時候是人生的巔峰 我高中的時候會比較胖 主要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有在吃藥 因為我腸胃不是很好 那時候有胃口感變得比較水腫 所以就覺得自己好像胖胖肉肉 加上我那時候也覺得自己是瘦子 珍奶啊然後雞排那些 然後我們有出去寫生 就會一直買這些東西吃 真正減肥的時間不是在高中 是在大學的時候 要進入一個新的 校園的時候 好像人都會這樣欸 要換一個人生的階段 就會想要用全新最美好的自己去加入 一開始之前是少吃 然後住房子嘛 所以妳本來就是錢會比較少一點 妳就稍微想說節省一點吃 其中好像往下降 當妳一旦覺得就往下減的時候呢 妳就會越減越多 妳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多 妳可能講說我只要減兩公斤就好了 然後兩公斤倒的時候 既然我都減了兩公斤 那是不是可以減個三公斤 開始妳就會一直有無止盡的慾望說 我想要越減越多 所以我那時候發現我單純少吃 已經不是可以達到我想要減肥的樣子了 之前可能吃三餐嘛 然後變成吃兩餐 可能這兩餐都會是正餐吃飯 那現在後來那兩餐可能一餐是正常吃飯 然後另外一餐可能就是只吃 比較沒有負擔的餅乾 好像有點像說呢 變成一天我只吃那個餅乾 Oh my God 規定自己每一餐你只能吃幾天 如果我吃了一遍你就會發現 不行我多吃一遍我好胖 我好肥啊 那個已經變成一種病態了 我後來漸漸我變成是有點斷24小時 啊 就餓到好像既然不餓就算了 乾脆不要吃 搞不好就更瘦 那妳身體沒有出現異狀嗎 我那陣子就是 一直弱髮 因為沒有營養嘛 因為已經一直沒有辦法完完整整的走掉 看一下中咪 吃了藥之後就真的完全停掉 下一次來又一樣 等一下我有一個問題 這個不健康的減肥狀態去看中醫 中醫沒有一把脈 然後就甩你巴掌 他不知道我減肥啊 他只知道你稍微營養不良 像妳剛剛講到那個 極度節食的不健康減肥法 我也有嘗試過 而且效果真的很好 我那時候就是一天只吃一顆蘋果 剛上大學 適應新的環境情緒很亢奮 就像妳講的 會覺得好像沒有很餓 算了就不要吃 我也有很長 24小時都沒有吃 就一直喝水 然後那時候我的體重就急速下降 那時候流行色褲 反而有買一間粉紅色的色褲 很緊 就是我可以塞進去 可是扣扣的時候 要瘋狂深呼吸 扣上去之後肉會直接 啪出來 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個色褲可以這樣穿起來 扣好還有一點鬆 我會暫停這個 不健康的減肥法 好像是因為不常有失戀的狀況 用吃來療傷 體重當然就是流流球效應 妳之前降到幾滴 然後就砰彈回來 之後就是體重好像都維持在6、18左右 有一陣子好像是因為打工手邊有閒錢 我就執行了人生最後一次的中極減肥 我去看中醫吃藥 還有埋線 大家聽到埋線 我不知道大家哪有 然後他比是跑出什麼恐怖畫面 他們會把羊咪咪的腸子 做成的線 泡在中藥水裡面 針對妳想要變瘦的地方 戳進去去刺激妳的穴道 刺進去的感覺就可能像是妳 稍微被定書機卡到一下那種感覺 不會很痛 真的不會很痛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對我的大腿 是比較不滿意的 因為真的很粗 然後會吃中醫師 開給我的減肥藥粉 吃那個的話 我的食慾變得很差很差 就只是一個便當 我可能吃1四分之1 我就覺得 不對 吃不下了 所以是因為中藥的關係讓妳吃不下 對 那個中藥有抑制食慾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裡面有什麼成分 重點是妳吃完以後 過個10分鐘 馬上烙散 妳如果不趕快去廁所 妳就直接上在褲子上 那一種烙散 它是不是妳沒有加稀藥 從68公斤又降到大概 62、63左右 那一次之後我停止 是因為中藥有開食譜給我 我是沒有照著吃啦 然後那食譜上面就會說什麼 玉米濃湯 酸辣湯 粽油沟淺的湯 不可以喝 不可以吃澱粉 不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什麼 寫了很多不可以 看一看以後就心裡想說 我照妳這樣吃 我還需要吃中藥嗎 我還需要埋線嗎 同學 我錢花那麼多 我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有四媽我 這樣吃最好是不會瘦啦 其實一直以來我聽到 那個減肥的真諦就是 少吃多運動 那時候就變成說會 吃就讓自己就是 正餐一定要吃飽 運動的話就下班 走路回家 走兩個小時的路 然後汗的噴得要膩 體重可能沒有辦法再掉到更低 但是會維持在68左右 我覺得我身高68公斤 其實是滿OK的體態 那妳呢 妳什麼時候覺醒 我大概減一年多 有一次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發現我其實好餓喔 就去買了東西回來 我感覺有點煩味 就有點不想吃 然後我就去查 想說我會不會是 厭食嗎 對然後就說 這就是厭食的前兆 OMG 就是已經有一點點症狀 這樣不行 所以我就開始 一直逼迫我自己說 吃沒關係 吃 不會胖 吃 不會胖 慢慢開始停手 轉換一個健康的型態這樣 我坦白說 妳胖一點氣色會比較好 看起來也會比較有福氣 現在的媒體 當然還是像我們在 影光幕上面看到的 可能超模 或者是演藝人員 他們都還是真的很瘦 讓我們覺得 這是世界審美觀 就是要瘦 可是其實現在 有新的藝人 新的減肥觀念 或者是新的名詞出現 舉例像 棉花糖女孩 以前可能會叫 微胖女孩 微肉女孩 肉肉的胖胖的又怎麼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屬於自己的美 像那個渡邊直美 我覺得她也是棉花糖女孩 一個很讓人開心 很讓人喜歡的典範 她就是很有自信 對啊 她雖然肉肉的 然後非常的亮眼 但是你不會覺得突兀 你會覺得她這樣 好可愛好喜歡喔 甚至你會想要去 效仿她的裝扮 既然渡邊直美都可以這樣 那我自己也是 其實我也做得到 信心很重要 再來就是懂得 稱讚自己好的地方 再來就是健康 適量的調整自己的飲食 然後做適當的運動 讓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狀態 可能肉的點那又怎麼樣 沒有一定要到 很瘦很瘦 那個才叫漂亮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關於 減肥的小小分享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 打開小鈴鐺 掰掰 可能大家會說 這是胖子在找藉口 怎麼樣 這是胖子在找藉口 但是其實體重 就只是一個數字 BMI值跟體態的 你的線條才是真實的 對不對 所以不用去執著那個數字 然後在那邊緊張兮兮啊 胖子找藉口 哈哈